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帝王的早年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 宋太宗赵光毅也不例外 但是他的早年却充满虚构 进行关注系的节目 宋太宗指重构的早年 赵光毅是北宋历史上第二位皇帝 他的即位搭破了中国历史上敌掌子继承制的原则 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胸中帝极致的神话 这种不太合乎常理的即位 未受历史学家们的质疑 他们认为那一夜的浮生主影 成为赵光毅一生的巨大转折 他通过一种非正常的手段成功上位 顺利的做到了大宋王朝的头把交易 对后人而言 这场浮生主影就像物理看花扑朔迷离 对赵光毅而言 没有谁比他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 而在宋太宗的内心深处一直坠地不安 他担心 他恐惧 他要通过持续的造假来证明他的合法 他又通过不断的改革来强化他的权威 至此由宋太宗同志的时代开始 他先从他的早年开始 就为自己营葬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白家讲台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二部 宋太宗之重构的早年 按照中国古代的纪念法 赵光毅继位的时候 他坐上皇帝宝座那一年 他应当是38岁 但是赵光毅早年的他的事迹 史书记载得非常模糊不清 可圈可点的事情更少 这就是个很大的遗憾 但是有问题总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赵光毅当上皇帝以后 他就下令修改宋代的历史 经过反复修改以后 这个赵光毅就变得不一样了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呢 变成了一个天生要做皇帝的赵光毅 变成了一个在大宋王朝开国中间 立下了卓越功勋的一个赵光毅 这个过程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我们先介绍一下赵光毅的名字 这个人的名字有三个 他原名叫赵光毅 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赵光毅给他起的 他的第二个名字叫赵光毅 这是赵光毅做了皇帝以后 为了避回 他赐给他弟弟的名字叫赵光毅 第三个名字叫赵炯 这个名字很少见 这个炯这个字上面是个日 太阳下面是一个火 就像是一轮太阳熊熊燃烧一样 这是什么时候改的名字呢 他当了皇帝以后 那么我当皇帝我做主 他就改名叫赵炯 这就是赵光毅的三个名字 当大宋建国那一年 赵光毅已经是二十二岁了 二十二岁的赵光毅 他的生平史书是怎么记载的呢 赵光毅既然当皇帝了 所以他的出生就与众不同了 据史书记载 赵光毅的母亲 杜太后在怀孕的时候 首先是出现了一个神人 捧着一轮太阳给他了 送给他了 然后就怀孕了 等他出生那一天 出现了两个奇特的现象 事业 世光尚如火 屡像闻有一香 当他出生这一夜 出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 第一是火光 第二是香味 一个是红光 一个是香味 这两个太阳特点 在宋太子赵光毅出生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赵光毅出生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样子 这就说明赵光毅的出生 给赵光毅的出生 他那个奇异的现象完全一个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俩都是当皇帝的 所以从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我们都会发现 只要是当皇帝的人 一出生 马上就会出现红光 当然史书这样写 我们今天人 大可不必相信他 这无非就是鼓吹 皇帝的一个特异的一个现象 就是光化 套化 假化 大化 空化 但是尽管是大化 假化 空化 但是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他们是皇帝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真正记载赵光毅 早年世纪的史书 其实只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帝右不群 与他儿戏 结尾 什么叫帝右不群呢 说赵光毅从小就给那个 孩子们中间 显得特别的着力不群 给别人都不一样 很特殊 换句话说 他生下来就是个当领导的料 和其他小孩一块玩 其他小孩都怕他 这说明他天生就是一个 当大领导的料 这是第一件事 不过这件事 写出来 我也觉得挺寒碜的 一个当皇帝的人 早年世纪没事可写了 连他给小孩们做游戏的事 都要写进去 那说明这个皇帝早年 真是没事可写 第二件事 几掌 龙准龙颜 望之 职位大准 颜汝 第二句话说什么呢 说他等着年长以后 他的面向 什么叫龙准 高皮梁 什么叫龙颜呢 是他的眉骨 眉骨元气 龙气 这就是一个贵人之相 一看 就是个大人 大人就是君子 特别像是一个君子的样子 这说他的长相 第三点 姓 是学 什么叫性是学 天生就是一个爱读书的料 赵光义的早年 实实在在的话 就这三条 为了说明他早年爱读书 这史书还记载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呢 是东都市略 记载的 说他的父亲赵鸿英 参加这个后洲失踪的 争这个淮南的时候 带回来的一批书 然后把这个书 送给了 这个赵光义 叫他好好读书 天天向上 但这件事情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 不可靠 因为 实际上 从淮南代书回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史书记载 真正的淮南代书回来是谁呀 是太子皇帝赵鸿英 时间呢 是显得四年 这个时候 他的父亲赵鸿英已经去世了 赵鸿英是显得三年去世的 赵鸿英是显得四年 带了一批书回来了 赵鸿英争淮南 打了个大胜仗 等到他班师回朝的时候 他用车拉了好多东西 这有人就告状 告到了当时周世忠那去 告诉周世忠柴隆 说这个赵鸿英贪财 他拉了好几财金银财宝 周世忠派人去查 结果一查 没有一样几财宝 全日书 所以 真正的把书带回来的 实际上是赵鸿英 这是史书记载的太宗早年的事情 那么宋太宗对自己的早年是怎么记述的呢 他自己怎么叙述自己的早年呢 太宗对自己的早年也有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就比较晚了 时间是在端贡元年 公元988年 这个时候太宗皇帝已经当了13年的皇帝了 你想他38岁做皇帝 13年以后他多大了 过了50了 他觉得他的位置非常牢固了 这个时候他调整了他儿子的一些风觉 调整完了以后 他下了一个诏书 这个诏书讲到了他早年的经历 这个讲他早年的经历 不知道是有意讲的还是无意讲的 讲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朕周显德中 年十六 时江淮卫宾 从昭武皇帝南征 存于阳太等周 朕少席公马 吕鱼贼交逢 非应玄而博者慎重 太祖宿兵六合 文体是不必大喜 年十八 从周世宗太祖下瓦乔官 尹墨等都已在行 这段话很长 他实际上讲了两个年龄的时候 一个十六岁的时候 一个十八岁的时候 十六岁征淮南 十八岁北伐 那就是说周世宗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两次 南征北伐 他都参加了 但是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记载在续字通鉴长编中间 在宋慧要基稿的第七篇也有记载 但是这个记载不可靠 为什么不可靠呢 首先 宋史的太宗本记没有记载 宋史没有记载 然后我们要仔细的考察一下 他有两个不合 第一 时间不合 第二 与历史记载不合 我们先说时间 赵光义在这个诏书中间明确烧到他十六岁征淮南 赵光义的出生 因为他是皇帝 所以他出生年代记载的非常准 是后晋的天夫四年 公元九三九年 既然他九三九年出生 他十六岁是多大呢 应当是九五四年 也就是后周的显得元年 这一年 发生的是高平之战 没有争淮南 他自己说他十六岁跟着去征淮南 实际上这一年发生了高平之战 没有征淮南的事 所以说他十六岁征淮南这件事 是假的 是不可靠的 第二 赵光义父子同时征淮南的时间 太宗当时多大了 是十八岁 他说是十六岁 显得三年 赵红因 赵匡应 参加了周世宗的征淮南 这一年 赵红因 也就是赵匡应和赵光义的父亲去世了 赵红因去世了 这一年 太宗皇帝十八岁 不是十六岁 他把这个年龄 缩小了两年 第三 赵红因父子同时征淮南的时候 太宗皇帝没有出征 他写自己出征了 又是自己建设的怎么准 敌人怎么应悬而倒 又是太祖皇帝听说以后 拍着大腿之高兴 伏笔而起 实际上 我们根据东都势略的记载 太宗皇帝没有出征 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这场战争 东都势略是怎么记载的呢 东都势略是这样记载的 说逐将皆争子女玉伯 宣祖为皇帝书记 归以魏太宗 你看 这个宣祖就是赵光印赵光丽的父亲 赵红因 赵红因争淮南的时候 带回来的一部分书 明确记载归以魏太宗 什么叫归以魏太宗 就回到京城 把这些书给了太宗 那说明太宗在京城没有出征 但是太宗皇帝说 他根本就出征了 而且他的武功怎么好 假的 第四 周世宗北伐 太宗皇帝说他参加了 他多大了 十八岁 实际上周世宗北伐那一年 太宗皇帝已经是二十一岁了 因为周世宗北伐是在显得六年 九五九年 按照他的初生年来推断 这一年他已经是二十一岁了 不是十八岁 第五 太宗皇帝的武功 没有证据说明 他是非常高明的 他的武功无证 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他的武功高明 他说自己是将无须挖 实际上太宗皇帝可能会骑马射箭 但是他的武功有多高 史书没有记载 他的本质上是个文人 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武功 那么太宗皇帝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很显然他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武全才 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在大宋的开国之前 他已经是个战功显赫的一个将领了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陈乔斌变时 赵光义身在哪里 他有没有参加呢 历史上一个重要文献 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参加 百家奖谈正在播出 宋太宗旨重构的 宋太宗的早年正是记载的简单而模糊 他的字述由于历史事实矛盾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很难说得清楚 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皇位来源的合法性 宋太宗的确动了一番脑筋 由于北宗建国来源于陈乔兵变 因此在陈乔兵变上 宋太宗又做了文章 首先我们看宋史的太宗本纪 和东东势略的太宗本纪 都没有记载太宗参与陈乔兵变 我们现在有可靠文献证明 太宗没有参加陈乔兵变 陈乔兵变不是一个光彩的事 你毕竟是从人家二十多岁的皇太后 八岁的小皇帝 从人家孤儿寡母的手里边 把人家的政权给人家抢过来了 这肯定不是一样光彩的事 但是对于大宋王朝来说 三百多年的王朝是从这开始的 他毕竟是开国的一个大事件 这个大事件参加与否 对太宗皇帝来说太重要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宋史给东东势略 太宗本纪都没有记载太宗皇帝参加陈乔兵变 第二宋代还有些文献 记载了赵匡义不在陈乔 还有这样的文献 什么文献呢 是建龙仪式 建龙仪式记载 赵匡义陈乔兵变成功以后啊 就派人到开封的家中去报信 说陈乔兵变成功了 这个赵匡义已经当了天子了 信报到家里以后 赵匡义的母亲杜太后 躺到床上连起来都不起来 一点都不惊讶 赵光义呢 史书写了 这个建龙仪式写了这么两句话 静王被结晶 静王被 静王就是指后来封静王的赵光义 静王被 就静王这一帮人都惊讶得不得了 越奔马出银 赶快骑着马出银 这个经说明什么 两点 第一 事前不知道 第二 事前知道参与预谋 但是没有参加 对于成功啊 感到很惊讶 就这两种可能 要么是不知 要么是没有参加 获得成功 感到很高兴 那就我们要考虑了 那个建龙仪式的这个记载可靠不可靠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书可靠 那么这个记载也很靠 要想考察建龙仪式可靠不可靠 该考察这个作者靠谱不靠谱 建龙仪式是谁写的呢 北宋初年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文人 王于称 我们讲北宋文学的时候 一开始就要讲到王于称 是他写了建龙仪式 王于称生于哪一年呢 王于称生于后者显得元年 也就是公元九五四年 太平新国八年 也就是公元九八三年 考中进士 他是太宗朝的进士 建龙仪式这本书 现在已经散意了 我们看不到了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宋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目楼学专著 叫俊哉读书志 这个俊哉读书志 这个书的名气极大 凡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古代史学 古代哲学的人 没有人不知道 俊哉读书志 这是宋代传到今天的两部 最重要的目楼学著作之一 这个俊哉读书志中间 输入了王于称的 建龙仪式的一个序 这个序是书仪了 但是这个目楼学专著中间 留了他的一个序 这个序文很重要 序文是王于称亲自写的 这个序文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太子神圣文武 旷世物文字 受命之后功德日新 皆语称所文件 经畏史观 多有悔计而不出 右上进取实录 入尽中 心必消止 语称 这段话很长 王于称在这个序中间 讲了这么两句 两句意义 第一 太祖皇帝赵皇印 立的对太子 对北宋的太子 立了大功德 但是太祖皇帝的功德 在最近的史书中间 都被人们缩小了 很多人不写了 当今皇上 当今皇上是谁呀 宋太宗 甚至于把太宗十路 都拿到尽中 亲自去修改 所以王于称 担心 太祖皇帝的功劳会被淹没 所以 他把正史中间 没有记录的 他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写下来了 因为写在建龙年间的事 又是古书中间 落下来不记的事 所以他的名字 叫建龙一事 建龙一事这个书现在丢了 散意了 我们现在有学者 做了考证 这个书可靠不可靠呢 我们看三条 第一 王于称 生于后周 亲历了太祖朝 他所写的事 都是他亲自建文的事 可信 第二 王于称性格耿直 坚持 丙彼直书 太祖十路经过多次修改 太宗修改 没有修改完 又交给他的儿子 真宗修改 到真宗朝 才把他修改完成 王于称曾经参与修改 但是王于称不愿意 按照皇帝说的 那个假话去写 结果王于称被加了一个 诽谤的罪名 把他贬官 贬到黄州去了 王于称为了说实话 自己就被贬官了 所以你想想 他写的书可靠不可靠 第三 建龙仪式这部书 现在 据当代的宋史研究者搜集 还剩了十一条 还剩了十一条事 这十一条事 我们用其他的文献加以考证 这十一条事都非常可靠 甚至于 它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记录 所以建龙仪式很可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宋太宗不在陈桥兵变的现场 就非常可信了 所以宋太宗 静王被结晶 这句话就非常可信了 说明静王 赵光义在陈桥兵变的时候 就在开封就根本就没到地方去 不过建龙仪式是孤正 我们在考察历史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叫孤正不立 孤正不算数 我们还在看其他文献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在宿水济文和长编 这两部史料中 赵光义成了陈桥兵变的主要参与者 这是为什么呢 百家子谈正在播出 宋太宗之重构的早年 陈桥兵变是北宋开国最重要的转折点 如果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他就是开国功臣 因此在赵光义心中 非常看重陈桥兵变 但建龙仪式计赛 赵光义没有参加陈桥兵变 那么其他的史书是怎么记载的呢 赵光义到底有没有参加陈桥兵变呢 我们现在看到其他文献比较早的 是司马光的宿水济文 在司马光的宿水济文中间 记载了赵光义参加了陈桥兵变 司马光是自主通鉴的作者 宿水济文是他写的一个笔记 凭借司马光的人品和学品 应当说司马光的济载也比较可信 司马光在宿水济文中间怎么记载的呢 太宗十位内殿祠侯供奉官都知 入白太子太子旌旗出世 这什么意思呢 陈桥兵变这一天是夜半发生 太子皇帝睡着了 赵黄兵变着了 谁在那职事的呢 赵普和赵光义 等到天亮了 当时担任内殿指侯供奉官都知的太宗 进去以后做了一件事 入白太祖 什么叫入白太祖 入是进帐 白是报告 进到大仗向太祖报告了这件事 整个陈桥兵变 赵光义的工作就一件事 四个字入白太祖 要这样看起来 参与是参与了 贡献是微乎其微 就是个传画者 第三个文献 我们看南宋李涛的续自治通鉴长编 我们简称为长编 长编的记载就太详细了 长编的记载是赵方印喝醉酒睡到了 然后整个在现场支应这一切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赵普 一个是赵光义 他两个人亲自在现场处理这些问题 赵光义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将士们拥立为新朝的皇帝 而实际上真正的陈桥兵变的策划者 成了赵普和赵光义 他两个人成了主要的人 而且第二天早上 赵光义醒来以后就黄袍加身了 他已经无可奈何了 生理做成熟饭了 他只好接受了默认了这个现实 默认这个现实以后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长编记载了 什么意思呢 赵光义要带动大军回到京城开封的时候 赵光义拦住了他哥哥的马 说你带军回到京城切记一件事 一定不要让士兵进城去到处去抢劫老百姓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我们现在讲的陈桥兵变 经常爱用八个字 叫兵不血刃 事不义四 就没有杀人 没有打乱正常的生活秩序 认为这个兵不血刃 事不义四 这八个字是整个陈桥兵变最重要的特点 没有杀人 没有流血 没有扰乱京城的正常社会秩序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特点 谁造成的呢 太宗 因为他拦马进剑 所以太祖皇帝的赵光义他下令 进城以后 兵士们都回到兵营 一律不取上剑 抢劫 五代时期 兵变太多了 每一次兵变都伴随着抢劫给屠杀 唯独陈桥兵变 兵不血刃 势不义四 而这个功劳就是赵光义 这是长编的记载 长编这个记载 非常重要 那这样一改 这个细节一加上 赵光义就成了陈桥兵变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 但是李涛 续字通鉴长编的作者李涛 是一个非常有职业操守的一个史学家 他在把这段话记完以后 他下面加了一个双横的注释 小注 他这样写的 旧路 尽调窃 苏城 拾太子 自行越术 出 无那说者 今从新路 什么意思 他说 记住太祖皇帝的书籍 有一个旧路 有一个新路 新路 是经过赵光义 和他的儿子 宋真宗 多次修改 新路里边 有赵光义 扣马进舰的这个事 但是旧路 没有这个事 旧路是 太祖皇帝赵光义 骑到马上以后就下令 进城以后 兵士回军营 一律不许上街抢劫 旧路不让抢劫的 是赵光义 新路不让抢劫的 是变成了赵光义 新路是经过了太宗 和真宗两朝修改的 所以 长编的作者 李涛说了很清楚 我按新路写 但是旧路 不是这样写的 他做了个注释 这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的严谨 给科学 我是按这个写的 但是另一个文献 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他把它交代名了 这个交代 透露出来 新路 经过了太多的修改 赵光义 在做了皇帝以后 特别是重化五年 公元994年4月 他召集宰相 说了一番话 他说太祖皇帝的历史 刚刚过去 但是史书的记载 就缺了很多问题 这个史书缺了个东西 要改 要重新修 其实 他对旧路不满意 旧路是巨石而写 赵光义没有发挥作用 赵光义他觉得不满意 他不说出来 他光叫那些大臣们 你们回去改 这个写了不好 还要改 改到什么程度 他不说 一直改到把赵光义 扣马进剑的细节 写进去了 他满意了 换句话说 赵光义不满意的是 他在陈桥兵殿中间 他没有任何表现 他只有一个 入白太祖 就传了个话 其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所以他要改 当然皇上有这个意思 叫改 大臣们心知肚明 门清 改到什么程度 那就编呗 往里边加呗 往里边添呗 把当今皇上的功级都宣扬上 所以这样改过来改过去 赵光义越改越光辉 越改越伟大 他早年的历史 实际上我们用两个字来概括 叫什么呢 叫重构 是他重新找人写作的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赵光义 赵光义 赵浦 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铁三角 但是这三人的关系 到最后竟分道扬镳 这是怎么回事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宋太宗之光义 尽管赵光义 有意夸大自己 在陈朝兵殿中的作用 但历史的真相 是掩盖不住的 人们还是抓住了 历史遗留的诸死蟒记 就连北宋时期的人 都看得清清楚楚 唐宋八大家之一 有一个叫曾拱的作家 曾拱有一篇文章 叫盛旭 书在曾拱的文集 隆平集里边 曾拱在盛旭篇中间 讲过几句很有意思的话 太子家帝英略 有爱意志 传类之意 使一词 说太祖皇帝 在陈朝兵殿的时候 已经看出来了 太宗皇帝非常了不得 所以在陈朝兵殿的时候 太祖皇帝已经有了 要传位给他的弟弟 太宗皇帝的意思了 曾拱这个话说得很有意思 而且曾拱这个话 把宋太宗 重构自己早年的 最本质的用心 给垫出来了 宋太宗皇帝都当了 何必还在乎自己早年的 那些破烂事呢 你早年的 陈芝麻烂谷那些事情 虽然拿不到桌面上 没有什么惊天伟业 不妨让你当皇帝啊 宋太宗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早年 这么一个蓄意的进行重构呢 因为宋太宗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自己继位合法吗 他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 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 所以他为了要打消这个 人们对他继位的合法性的质疑 他需要重构一个早年 重塑一个在陈桥兵变中间的 一个崭新的形象 所以曾贡说 有了这一个叩马觐见 所以太祖皇帝 当时就觉得应当传位给他的弟弟 这才是太宗皇帝 重构自己早年最重要的出发点 也就是他的本心 原因所在 那么既然如此 不管怎么样吧 他是大宋开国以后 开国皇帝的弟弟 那么大宋开国以后 作为皇帝的弟弟 他是一个什么批子 他又留下了哪些世纪 请看一下 光以已经 一杯酒 世事满了 三转月 既然知晓 随苦心 既往 打包 问之龙 超越前朝 我飞得已 太难城上飘向旗 不见乡 高凉河畔成白几 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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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一同将山推进尸 也难说 身后马鸣前不止 超越是你 一生永远的梦想 永远的梦想 天底是你 心中 抚不平的伤 翻开草天 不战场 作 秋月 与春风 学习的 铁马 四更 变成霜 只留下 一座铁堂 一座荒庄 一座铁堂 天底是你 不战场 作看秋月的春风 作看秋月的春风 作词 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